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164集 陈年旧事 二十年前 铁掌帮在江湖上 却是声势极盛 但二次华山论剑之时 帮主铁掌水上飘 求千刃归依佛门 拜伊登大师为师 铁掌帮即风流云散 当铁掌帮散火之时 杨过刚刚出世 后来没听旁人提起 他自是不知 实则他母亲慕念词 便是在铁掌帮总舵的 铁掌风上 施身于他父亲杨康 受孕怀胎 世上才有了他杨过 此时 求千尺说起 他竟称目不知所对 求千尺在绝情谷中 批处已近三十年 江湖上的变动 全没听闻 直到铁掌帮称雄数百年 线下定是更加兴旺 听杨过居然说 连铁掌帮三字也不知道 自是要暴跳如雷了 杨过给他毫无来由的一顿乱骂 初始抢字忍耐 后来听他越骂越不成话 怒气渐声 但要反唇相击 刺他几句 抬起头来正要开口 只见绿鳄凝视着他 眼中柔情款款 脸上满是欠然之色 杨过心中一软 脸上做个无可奈何之状 心下反而油然自得起来 你妈妈越是骂得凶 你姿势越加对我好 老代婆都唠叨是耳边风 美人的柔情 却是心上师 杨过心下一宽 脑子特别机灵 呼得响起 完颜平姑娘的武功 与那公孙芷四十一路 他又说学的是铁掌功夫 料想与铁掌帮必有感谢 他闭目一想 和完颜平与耶律奇对战时 所使的拳法刀法 还记得七八成 至于与公孙芷联斗术场 还只是几个时辰之前的事 与他的身形出手 更是记得清晰 当即叫道 我记起了 什么 三年之前 我曾见一位武林奇人 与十八名江湖好汉动手 他一人空手对敌十八人 结果对方九人重伤 九人被他给打死了 这位武林奇人 听说便是铁掌帮的 那人是怎么一副模样 那人头是秃的 约摸六十来岁 红光满面 身材高大 穿件绿色袍子 自称姓裘 胡说 我两位哥哥头上不秃 身材矮小 从来不穿绿色衣衫 你见我身高头秃 变到我哥哥也是秃头吗 糟糕 前辈您别心急啊 我又没说那人是你哥哥 难道天下姓裘的 杜序是你哥哥 好吧 那你说他的武功是怎样的 杨过站起身来 将完颜平的拳法演了几路 再混入公孙子的身法掌势 到后来越打越顺手 石窟中长颖飘飘 拳风糊糊 招式虽有点似是而非 较知完颜平原来的掌法 却已高了不知多少 完颜平拳法中疏漏不足之处 他身随一走 尽都予以补足 举手台族 严密浑成 而每一掌批出 更特意多加上几分狠劲 秋千尺看得大跃 叫道 赫尔 赫尔 这正是我铁掌帮的功夫 你仔细瞧着 杨过一面打 球千尺 口奖指滑 在旁解释拳脚中猪般厉害之处 杨过心中暗暗好笑 再演下去 便要露出马球来了 打到此处 那位武林奇人已经大胜了 没再打下去了 许多招式你都记错了 手法也不对 但是到这样 也已经挺不容易 那武林奇人叫什么名字 他跟你说些什么 这位奇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大胜之后 便急飘然远去 我只听那九个伤者 躺在地下互相埋怨 说铁掌帮的球老爷子 也冒犯得的 可不是自己找死吗 不错 这姓球的多半是我哥哥的弟子 球千尺天性好武 十余年来手足舒展不得 此时见杨过演出他本门武功 自是健烈欣喜 当即滔滔不绝地 向二人大谈铁掌门的掌法与轻功 杨过急欲出动 将绝情丹送去给小龙女扶持 虽听他说的是上乘武功 实践精道 闻之大有必义 但想到小龙女身癌苦楚 哪里还有心情研讨武功啊 当即向绿鳄使了个眼色 绿鳄会议问道 妈 你怎么将武功传给爹爹的 叫他公孙侄 什么爹爹不爹爹 是 妈 你说下去吧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两个哥哥闹别扭 争吵起来 我有两位舅舅吗 怎么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是啊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你 你果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可怜啊 可怜啊 你两个舅舅是双生兄弟 大舅舅求签账 二舅舅求签刃 他二人身材相貌 说话声音全然一模一样 但遭忌和性格脾气 却大不相同 二哥武功极高 大哥则平平而已 我的武功是二哥亲手所传 大哥却和我亲近得多 二哥是铁掌帮帮主 他帮务济凡 自己练功有琴 很少和我见面 传我武功之事 也是督则慎言 话也不多说半句 大哥却是妹妹长 妹妹短的 和我手足之情很深 后来大哥和二哥说拧了吵嘴 我便帮着大哥点 妈 两位舅舅为什么事闹别扭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只怪我二哥太过古板 要知道 二哥做了帮主 铁掌水上飘 大哥求签认这八个字 在江湖上响亮得紧 大哥求签账的名头 说出去 却很少人知道 大哥出外行走 为了方便 有时便借用二哥的名字 他二人容貌相同 又是亲兄弟 借用一下名字 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二哥看不开 常为这事唠叨 说大哥招摇 撞骗 大哥脾气好 给二哥骂时 总是笑嘻嘻地赔不适 有一次 二哥实在骂得凶了 竟不给大哥留丝毫情面 我忍不住在旁插嘴 护着大哥 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 于是兄妹俩吵了一场大架 我一怒之下 离了铁掌风 从此没再回去 我独个儿在江湖上 东场西大 有一次追杀一个贼人 无意中来到这绝情谷 也是前生的冤念 与公孙指振 这恶贼 这恶贼遇上了 二人便成了亲 我年纪比他大这几岁 武功也强得多 成亲后 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已受 连他的饮食 寒暖 哪一样不是照料的 周周到道 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心 他们家传武功巧妙 倒也巧妙 可是破绽太多 全靠我 挖孔心思的 一一给他补足 有一次强敌来袭 若不是我舍命杀退 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 谁料得到 这贼杀的狼心狗肺 恩将仇报 长了翅膀后 也不想想 自己的本领从何而来 不想想危难之际 是谁救了他的命 求千尺说着破口大骂 粗词乌言 越骂越凶 绿鹅听得满脸通红 觉得母亲在杨过之前 如此辱骂丈夫 实是大为师太 连连阻止 妈 可哪里劝得住啊 杨过却听得十分有劲 他也是恨透了公孙芷 听他骂得痛快 正合心意 不免在旁凑上几句 加油添醋 恰到好处 大增求千尺的兴头 若不是爱着绿鹅的颜面 杨过也要一般的破口而骂了 求千尺直骂到 雌穷才尽 骂人的言语之中 更无新意 连旧意 也已一再重复 这才不得不停下 接下去继续说着 数十年前的事情 我看一看了 余子 我看了 吴明天的故事 这么多有事 九月是两次过来的